今天主要的这个topic 主要是教我们的 for seeing new to property line的人 每个人怎样start to 去call这个conversation 在property line里面 第一个东西我们是有零经验 我们也零knowledge 完全没有knowledge 我第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一定要是survive先的 在property line里面survive 你才可以走得越远 所以of course第一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survive先 做caller的 一定要真的是很积极的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总是什么 我们要balance我们自己 第一个就是knowledge 另外一个是执行力 总之你要把这两个东西 都balance起来 就很厉害了 因为说法我这边 我遇到我很多人了 来的来的 进来property line里面 来的快 走的也跟着快 so of course 来的人 either就是他们走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他们一直来自己 try to learn knowledge 一直学一直学 学到很多knowledge了过后 可是他们不敢尝试去call 然后就导致到他们也是死 也是走 ok这样今天有些人 职性很高 一进来讲 我不要学knowledge 我直接start to call 不用理我直接call罢了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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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完全没有knowledge 你也是讲不到位 这样子那个客人 也是觉得 你是新人类的 这样我买property 几百千的东西 我不想要给一个新人serve 所以that's why 我们今天calling 你一定要懂knowledge experience这两个东西 你一定要balance回去 你才可以做到成功了 这样of course 今天很多很多新人 最怕的call 最怕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 就是很多客人不接电话 然后有些人就是 很忙啊 sorry啊 我很忙啊 今天我在驾车啊 还是什么啊 of course 也是有些人遇到很敷衍的人啊 哦 ok 啊啊啊啊啊啊 ok 我不能啊 ok 我找了property啊 ok 这样我有了别的property啊 就是用别的东西来敷衍你啊 ok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有一些人 因为我身为一个新人的人 可能我们knowledge 不够一些老司机厉害 可能他们knowledge要比我们更多啊 他们就是可能给一些难听你哦 问你一些东西 可是你回答不到啊 所以就算这个就是calling哦 我们caller最怕遇到的问题 这样我们要怎样做好我们的calling呢 这样第一个step哦 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before我们calling啦 然后第二个step呢 我们要客人分配 我们要分配好每个客人 然后才可以做further initial follow up 第三个 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定的准备咯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咯 就好像你今天上战场上啦 你连刀啊都没有魔力啊 你的装备都没有装好啊 你去打仗啊 你也是死的 然后过后哦 第四样东西就是 你要用对的问题来 lead你的customer去 一定你要的destination 如果你可以做好这四样东西啦 我相信哦 calling对你们来讲啦 你们已经是expert了 so 今天怎样调整我们的心态呢 第一样东西我们 不要害怕别人拒绝我们 ok 怎样讲 不要害怕别人拒绝我们呢 我们可以当成哦 是一个游戏这样子啊 今天calling哦 我们好像玩游戏这样的我们有分level的 ok 我们有分第一个level 第二个level 第三个level 第四个level 跟第五个level啦 第一个level 我会叫他们尝试哦 今天你calling哦 你第一个level就是say hi 就是call过去跟他say hi 你不敢接下去哦 你就挂电好不好 可能第二关哦 你try to ask question哦 call过去ask question哦 就是call过去跟他问 Fly-fi啊几个问题 你是自己住还是投资啊 这些东西你try to去问问题 第三个东西你要try to去yate appointment 怎样讲什么appointment呢 不一定是yate到收入来 就算是一个make appointment 怎样讲呢 今天那个人讲不得call 我try to make下一个appointment for下一个时间再call他 像你第三个level 你call就call第四个level 第四个level就是secure你的appointment 在secure你的appointment 就是要用很多方法 就是可能我今天咯 我call了一个appointment 好像今天是星期一的话啦 我的appointment是星期六的话啦 这样中间我要怎样呢 怎样去flow up呢 就是我会send一些重要的东西啊 一些关于到knowledge的东西 给到他们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东西啊 去secure我的appointment 这样第五个level呢 如果你做到等于你是第五个level的等级的人了 最重要就是保持着学习心态 但是今天如果我是以学习的心态去做每一样东西啦 我做的东西就算客人放我飞机 我当作是一个experience 我可以讲下一个会更好 这样你会保持你的心态永远都是做的东西啊 你的mood会特别好 这样第二个东西咯我们要客人分配咯 我们有分三个tier的 ok这样我们今天咯 不是每个客人你都要去做follow up的咯 tier1的客人给我自己的话咯 他这种keen buyer就是他要求的东西咯 跟完全符合你卖的project啊 是一样的东西 他也很愿意听你分享 也愿意跟你分享哦 和回应你的问题啊 今天我困难客人的时候 可能我问他几个问题 他全部都有回答到完啦 ok我是归类还在第一个tier的customer 这样第一个tier的customer 然后可能他部分分钟他的project啊 你讲的project不符合他的requirement 可是你又感觉到哦 他是有budget他是有钱的 他可以可以介绍他另外一个project的 你感觉到可以顺序另外一个project的 这样这种就算tier2的customer 可能他就是有那种有回应你啊 有回复你的whatsapp啊 你又可以get到他的intention啊 这种customer啊 就是因为为什么这种customer 是蛮challenging的 就是因为我有试过我的客人呢 他跟我讲东西 一开始call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CY我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要是500千的property 那时我们都没有 我们的property便宜600千 我要的是freehold 我们也没有 我要的东西是fast completion 最好是已经completed了的 第四要东西 我要的东西我可以选风水 有位置给我选 我可以选到我要的单位 这样今天这个tier2的customer哦 我要怎样呢 ok可是我懂他是 他是有兴趣的 可是他会有一直回应我 一直问我东西 我就觉得他是感兴趣 真的是有兴趣找mobody的一个人 他要的东西啊 可能你觉得是不存在 你可能可以给educate 给你educate到的人了 我们算他是tier2的人了 这样tier2的人是怎样呢 就是那个完全booking的customer 他就讲说 我要一个1200到1500的unit 然后我要四个房到五个房的 可是我的budget只是100千嘛 这种就是很不make sense的这种客人哦 你可以放弃的话 不要理他 或者是如果你可以 就是如果你觉得不想浪费你listing啦 你try to去educate 讲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第三个 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定的准备啦 怎样讲做好一定的准备呢 就是哦 我们一定要懂project detail before我们 calling前呢 我们一定要懂我们自己卖的 那个project的所有东西 怎样讲呢 就是project detail 一定要懂自己的LCDAP 懂location 我们的location在哪里 附近有什么landmark 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到那个人 过到去我们的这个location 这样concept 我们的concept是什么 of course你要懂完这个东西了 过后啊 今天我call过去的时候啦 客人问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今天 我不会以一个新人的方式啊 去跟客人讲话 是以一个 我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课的经验啦 去跟客人讲 想象一下 今天你们是一个buyer啦 你今天买一个几百钱的property啦 你会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啦 他好像在支持他啦 还是你会找一个有专业的人 of course 每个人一定选专业的人啦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一定要 收我们自己卖的project 第二个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script 你用这种台词的东西哦 吸引到他们的目光啊 他们就愿意听下去你的那个calling so 我们也要准备几个plan咯 我们有plan A plan B plan C 我们看一下哪一个plan 会追悟 就是那个script 第三个东西 你要prepare的东西 是pone 你要pone 高低音论 你不要平音论 你讲重点的时候啊 你尽量那个音哦 你拉低它 在高超的时候 你用这种高低音这种方式 有是高有是低那种声音 会create到人家觉得 哎 你这个人哦 蛮有自信的 就是你用这种方式咯 of course 高低音这种 你也是要调整你的心态啦 心情啦 ok 因为你今天心情好的时候 你可能call过去 你的音啊 人家是感觉到的哦 所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ok 这样可能你这个时间咯 study多几个project啊 了解一下先 然后你才来继续咯 第四个东西 你要问对的问题 要怎样问对的问题呢 今天你要问的问题哦 就是可以给到人家比较广啊 比较开放式的问题啊 所以等下我讲出来 问对的问题哦 今天我问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啊 我刚聊的每一个话题啦 都是慢慢咯 拉去我要的目的地 这样of course 我会给他选择 带他去一个yes的一个地点啦 我会问他 哎 这样since你今天是买来自己住啦 你会比较喜欢看 City View 还是大自然的view 很自然 这两个东西我们都有嘛 我就是给他的答案 就是yes or yes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